歡迎收看小明星,請大家收看小明星,歡迎收看小明星, 第一,上面有一個塩層,可以把外界隔絕,這是第一個 第二,下面還有另外一個塩層,這個塩層就是它的基底 一般來說,這個塩層大部分都是我們的葉塩層產生,中間就有很多塩塩 砂岩的話,孔序率比較大,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容許裡面的油氣上升或聚集,這樣子流動 所以基本上你大部分會看到我們傳統的油田,大部分都是在這個地方 油田上面一般都會伴隨一些天然氣,這就是我們一般的油田 那這邊有時候也是只有天然氣的一些油庫儲存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早期我們在開採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但是油業鹽的話,我們從它長的樣子就知道說,它看起來裡面還有蠻有大量的油 只是它很堅硬,孔序率很低,所以基本上你要萃取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在萃取的算是比較辛苦的 我們這邊看一下,全世界如果是有油業鹽的資源很豐富,它說相當還有五兆桶的原油 如果假設你都可以把它提煉出來的話,有五兆桶的原油 那聽到這個東西我們就不用怕了,我們就說還可以用多久 所以說它的含量很多,比如說當初是取美國的一些資料 有在中西部那個地方有蠻多的油業鹽,但是它的問題是什麼 它提煉不好提煉的,就看起來就好像裡面有油,但是提煉很難提煉 所以這邊講說看看,它可以基本上可以提煉,但是它的提煉過程簡單但是必須要蠻多的什麼樣 所以第一個你看,油業鹽它很深,它基本上都在砂岩層下面,所以基本上深埋在你要打的油井就很深了 第二個的話,它的能源密度很低,意思是說它的只有煤礦的八分之一 意思是說同樣量的油業鹽要八倍的油業鹽才跟同樣量的煤礦產生同樣的熱能,所以它密度很低 第三個的話,它萃取出來之後那個鹽基本上會膨脹,你那個是整個把鹽屎拿出來萃取 然後用化學反應它會膨脹,而這鹽屎你要丟到裡面去 你就說從哪邊挖回來,從哪邊丟回去,但是不行,它膨脹了 所以說你挖出來之後,你那個油業的地方還丟不回去,所以這個地方永遠要開採 有很多問題,然後還有水,大量的水,因為基本上你在蒸餾化學過程裡面有很多水 所以變成說這些問題讓你那個油業鹽本身裡面的油的萃取就蠻不符合效率 所以我們明知道那邊有,所以我們也比較少去萃取它 所以知道有這麼一個油業鹽就好了 那現在比較熱門的叫做油業鹽氣 油業鹽氣基本上是怎麼樣,就是它油業裡面也有一些油氣 我們講過說,上面的砂岩層,因為它的孔隙率大,所以油氣可以比較容易跑來跑去 所以它就聚集在某個地方,那就是我們就只要這個地方插油井就好了 這個油業鹽本身它的氣比較不容易跑,所以它就被固定在這個岩屎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去萃取它 但是現在因為有兩個很重要的,其實這種技術很少就有,只是說現在比較成熟 一種叫做水裂法,等一下我們希望這邊可以接到網路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網路,早上找一個網路怎麼去講水裂法 一個就是水瓶的鑽探技術 以前我們的鑽探都是什麼樣子,這樣鑽嘛 現在水瓶鑽探的,有沒有想想看水瓶怎麼鑽探 這個還真的有一點點,你要讓它轉彎 你要直接下去的話,不管多深,只是錢多一點的話 你要到那個油業鹽層水瓶,你不能一直這樣鑽,這樣鑽的話面積不大 所以說因為水裂法,水裂法就是說用水為主要的原料把原始裂開,讓它孔序去增加 第二個就是搭配水瓶鑽探法 所以由於延期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比較有開採的一些效果 這邊只是看一下,這個沒有update,但是可以看一下 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的天然氣1%只有是來自於油業鹽氣,只有1%而已 到2010年20% 基本上到2035年,會有46%的美國天然氣直接是從油業鹽氣裡面得到的 你看,這好像就挖到寶那種感覺了 然後他就講說,其實這個油業鹽池,只要很多地方都有 中國大陸有全世界最大的油業鹽庫的儲藏的地方 但是他們的問題是什麼地方? 他們的問題是大部分都是在居民,上面都有住居民 到時候你怎麼去說服那些居民來讓他們打洞 所以他們打一個洞,感覺上你如果看上面也看起來也不像油在幹嘛 你上面還是馬照跑舞照跳,你上面看不出下面再踩油業鹽氣 但是可能等一下還是有一些影響 它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 第一個,本來很堅硬的岩層,堅固的岩層你把它打碎掉 那會不會對地質產生傷害? 當然會啊,所以會不會承認地震,搞不好那邊的地震還是說那邊以前的地震很小 然後以前還很堅固,現在就因為這樣子就整個 不知道,現在最起碼這種事情還沒有發生過 但是有一些統計數字是講說以前那個地方從來沒有發生過地震 現在開始會感到搖了 這是第一個,就是說你把人家的岩層給打裂 第二個,你還是要灌雖然是99%的水,但是還是要灌一些化學物質進去 然後灌在那麼底下,到時候如果說因為某些原因它跑上來,汙染了地下水源或怎麼樣 環境汙染也是很嚴重 所以基本上它還是有兩個問題要解決 如果說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大規模的推廣還是需要 但是到時候大家就看,你要便宜的天然氣,還是你要比較環保 所以這邊是講說,這就是說油液塵大部分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你要打很深,比如說第一個你的鑽彈技術要很深 然後第二個你要打橫的,為什麼呢? 你要順著這個岩屁的方向打 然後把這一塊的地方都用水裂法把它裂開 這樣子這塊區域的油氣才能慢慢被收集 所以說你如果像之前的垂直打法的話,打到這個地方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所以說你一定要這樣打 所以說兩個重要技術,水裂法跟水瓶鑽探的技術,這個方法你如果搞定的話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示意圖 傳統的油田只要打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打到這個地方,這就是我們沙岩層,打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然後天然氣塵,油井都打這麼深 但是油液塵塵你要打all the way down 你要經過沙岩層到我們的油液塵,然後到水瓶這樣子 打下來之後基本上在這個地方它就灌了很多水跟化學物質 在這個地方讓它高壓,然後就整個地層震裂 那震裂之後的話基本上這邊就產生很大的孔隙 那個氣體就比較容易跑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來,然後從這邊上來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不過就是每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這個也是一個薄面圖而已 基本上我們傳統的油氣是打一些東西進去 這是傳統的油井,你灌東西進去,然後中間把它收集出來 油砂就是我們的力氣,長這樣子嘛,你不覺得這種東西看起來就是一副油油的樣子嗎 對不對,這就是一副油油的樣子啊 但是還是一樣啊,加拿大整個Abarthus那裡面的油砂有多少啊? 那以前都是因為提煉成本不夠,現在已經有技術了 這個東西如果要提煉的話,化工系跟機械系的人就是主要的人 你要怎麼去提煉,把那個particle怎麼把它分離,然後怎麼提煉出來 反正就是說一些有蠻多的研究者都在做,做這種油砂 基本上我記得這是從一個精緻物理的雜誌裡面,Physics in the Oil Sand 基本上這個裡面就可以做很多研究,這個研究是什麼?多向流 這個油砂裡面 但是基本上它的整個提煉過程,技術都有,基本上跟剛才那個油砂研差不多,技術都是蠻類似的 問題是說你如果能不能達到那個什麼經濟價值 好了,達到了,開始要開採了,抗議的又來了 這個也是兩三年前,你看還是歐巴馬嘛,歐巴馬,這個不是太久以前 他們基本上要從加拿大那個地方建個油管,然後建到美國來 要提煉油砂,提煉出來的油氣,要建個油管過來,那就環保團體又在抗議 我就沒有看得清楚為什麼要抗議,但是反正就是有人在抗議就對了 就是不要這個pipeline,基本上不要 所以我們講說全世界都是一樣,你只要任何新的能源出來 它不可能是完全百分之百好,你就是要做一個判斷而已 這個是油砂 現在這個東西大家應該聽過可燃冰吧 現在又非常熱門,對不對 什麼叫做Gast-Hundred,為什麼叫可燃冰,因為長得很像冰 對不對,白白的嘛,那事實上它也是一種,以Kibba類似為是一種冰 它其實就是說基本上它甲烷被包在水分子,那水分子因為在高壓之後就變成一個固體 然後裡面就變成一個把甲烷包在裡面,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被水所包住的甲烷 所以說外觀跟性質的類似冰塊,那巨大的除氣能力,所以我們叫做什麼,氣體的水合物 那基本上它是在零度C134的大氣壓下做的結晶,裡面甲烷的含量很高,80到99.9,我們知道甲烷就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所以說這東西就燒得非常好,所以為什麼說它的效果很好 燃燒後幾乎不產生任何殘渣 它的外表長這樣,等一下我們會個短片看一下這個怎麼開殘渣 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海底,你如果是這裡面本身就有甲烷的話,它是甲烷往上升 那升到這個海底的時候,因為有大量的水壓在這個地方,然後就是我們講說巨大的壓力 那溫度又夠低的話,這邊就成為可燃冰的地方,它大概都是會長這樣 因為那個地方就變成會有熱散出,因為甲烷會有熱散出 有熱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生態上面比較豐富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要到一個深海底裡面去看看哪邊有可燃冰 大家就看看第一個哪邊有氣泡,就是甲烷 第一個哪邊開始有一些生物在裡面聚集,那個地方就是可燃冰的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是因為可燃冰就摟露出來,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就是白色的 有些地方就不是那麼明顯,全世界可燃冰的豐富地方 這個是少數,當然台灣我們旁邊沒有貨,但是因為我們的量還沒那麼多 但是這是少數我們可以看到的天然資源之一 我們確認說我們的西南海邊這邊也有蠻多可燃冰的存量 比起別人來講還少很多,最多在什麼地方?在日本 所以日本是對開采果燃冰最積極的國家,他們已經有好像在去年還是前年 他們已經有開始著手在去動作,因為如果他們要廢核的話 基本上他們需要天然氣的一些來源,他們是蠻多的 你看日本旁邊這個周邊,還有美國的周邊 尤其是美國這個地方也是蠻多的,然後這整個地方你看,這是可燃冰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們講說基本上日本的話,它現在周期,足夠供應全國137年實用的可燃冰 他們預計2016年就開始商業開發 這個開發都是沒有問題的,技術都是達得到的,經濟跟生態 經濟跟生態,所以基本上你想想看,你要到海裡面去挖穿那些東西來,那是會是一個生態浩劫 不過他是講說,反正如果說你需要用化石燃料的話,大部分就是一定要用 裡面的有機碳的含量是傳統化石燃料的兩倍 我們的西南海域現在也發現這個地方,這是台灣,台灣的西南邊 我們這個地方也發現了很多可燃冰,那個是台大地質系跟中山大學他們已經有去開產 有一個記者會還有一個人就拿出個可燃冰,然後這邊燒給大家看,所以已經是有了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說為什麼這個地方現在突然大家都要搶南海,南海本來就是我們的 現在越南也要來,菲律賓也說他們要,每個人都要要,反正就是只要有東西大家都想要 不過我們是有一些天然資源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這邊看到幾個東西,就是第一個,還有很多新燃料,油液原器,大家都知道了 還有什麼,油砂,還有可燃冰 больш齒理化的把它們介紹過 就可以 cleanup可能 我們大家看到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Ну 這些就行